好 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住的外师会计基础办的内容 那么下边我们讲第五节 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其实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是我们这一章可以说最后一个内容 因为第六节是所得税的列报 没有什么特别的重点 在这所得税费用既包括我们所说的当期所得税 也包括我们所说的地言所得税 这两个部分 当期所得税对应的肯定是所得税费用这个课目 您能给我列举一下它是怎么做的分路吗 很简单 当期所得税它做的是借所得税费用 代应交税费应交什么所得税 肯定对应所得税费用 但你敢不敢说地言所得税 对应的一定是所得税费用科目 不敢 不论是地言所得税资产 还是地言所得税费债 它可能对应商誉 可能对应什么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留存收益 这些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也有可能对应所得税费用 只是对应所得税费用的这部分 才会影响所得税费用 这不等于废话没说吗 所以我们利润表当中的所得税费用 既可能包括地言所得税 也一定包括当期所得税 这两部分 那么当期所得税 这是纯按照税法的口径 还记得不记得 前边做了半天铺垫了 利润总额 加上纳税调整增加额 减去纳税调整减少额 等于当期实际的税率之后 我算出应该孝敬祖国母亲的真金白银 借所得税费用 带营交税费 营交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 在这不再重复 那么将来当期所得税算的 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只要注意税率 那么地言所得税 记住了 它要不是由可抵扣差异 形成的地言所得税资产 要不然由英纳税再实际 它以形成的地言所得税负债 但不论哪一种 你要影响我利润表当中的所得税费用 你的对营科目一定得是所得税费用 绝不能包括记住所有者权益的交易事项 所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确认地言所得税资产 你是不是代方可能有五个不同的科目 对呀 有可能是商誉 这个不影响利润表 有可能是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攻击 留存收益 这个也不影响利润表 只有你的所得税费用 这部分才会影响利润表当中的所得税费用吧 对呀 而如果是地言所得税费债 是不是 借方也可能是这五个科目 只有你给我借所得税费用的时候 才会影响利润表当中的所得税费用吧 对 那么在这儿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称叫什么 叫地言所得税费用 有时也把它称之为地言所得税费用 什么收益 啥时称之为费用呢 啥时称之为收益呢 你不用去纠结 我给你把分路写出 有人说这个公式我用不用 不用 你被他干什么 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听好了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A公司 我说的很清楚 他的当期 A公司当期的所得税 是用利润总额加条增减条减之后 乘以当期实际的税率算出来的金额 比如说一百万 那这一百万对于我来说 是不是我要做借所得税什么费用 一百万 贷方是什么 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一百万 这个分路 您老人家总该服气吧 这一百万一定体现在什么 利润表当中的所得税费用 因为利润总额减所得税费用得到净利润吗 是不是只有这一百万未必 那么接下来咱们往下看 我们所说的地盐所得税 大家记住了 地盐所得税貌似就要区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地盐所得税资产 还有一部分叫地盐所得税什么负债 这不等于废话没说吗 听好了 不论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还是地盐所得税负债 都可能有确认 就是补记一个数 都可能有充减 就是转回一个数 那么当我地盐所得税资产要确认的时候 我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要确认的时候 是不是表示我这俩科目是增加的 对呀 地盐所得税资产 如果要增加资产类科目增加计哪方 增加计借方 随便给个数 比如说借地盐所得税资产40万 然后我带方有可能是什么 商与 也有可能是什么 资本公计 也有可能是其他总统收益 也有可能是流存收益 这些都不是我要研究的对象 如果你有对应的这些科目 在旁边做一个分顾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的对应科目 因为你影响了会计利润 因为你影响了应纳税所得额 你的对应科目 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所得税费用40 所得税费用40 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好 那我问大家一件事 这个所得税费用 是我们损益类当中的费用类 在代方表示充减 充减所得税费用 表示所得税费用什么 减少了 假如说地盐所得税 只有这一个分顾 我企业未必地盐所得税 资产地盐所得税 负债每次都存在吧 假如说只有这一笔 那好 我就把这一笔充减所得税费用的这个40万给的称之为是地盐所得税收益 充减费用不就等于形成地盐所得税收益吗 所以我这就说地盐所得税收益是40万 说清楚了吗 好 这是第一个 那右边地盐所得税费债也有可能是出现确认的情况 你所谓的确认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增加吗 地盐所得税负债负债类科目增加寄贷方 换个数 比如说30万 那这一回你借方是不是也可能有很多情况呀 借成语 借留存收益 借所有者权益等等 但是其他的我不研究 如果你借所得税费用 如果你影响了会计利用或影响了英纳税所得额 是不是这回会借所得税费用 对 当你给我借所得税费用 是假如说啊 没有这笔分路 我说的够清楚吧 假如说没有这笔分路 只有右边这笔分路 当你增加所得税费用 这30万 我们就把它叫做地盐所得税费用 30万 叫地盐所得税费用30万 也就是说增加所得税费用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地盐所得税费用 如果是充盐所得税费用 我们把它称之为地盐所得税收益 我刚才讲的这俩例题非常简单 是假如说只有这个叫地盐所得税收益 只有这个叫地盐所得税费用 那我现在问你一下 如果这两笔分路要都有呢 我地盐所得税收益是40 我地盐所得税费用是30 换个词 我充盐所得税费用40 我增加所得税费用30 累计是不是相当于我充减了所得税费用10 对 充减所得税费用10 我们最终把它叫做地盐所得税收益 10万 能听懂吗 到底叫收益叫费用是综合之后 你是充减 那就叫地盐所得税收益 如果综合之后你是增加 那就叫地盐所得税费用 这是确认 我还可能有地盐所得税的转回呀 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两个例子 如果我转回的时候 我是不是表示肯定不论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还是地盐所得税费用一定是相反的 方向换文号才能叫转回 这种转回是不是减少 对 地盐所得税资产 比如说减少资产减少计贷方呀 那比如说贷方给个数25万 然后贴方可能有五大类科目 商与 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公计 流存收益 这些我们都不研究 我只研究对应科目是所得税费用的 如果没有这些分路 只有这一笔分路 只有这一笔分路 假如说它是不是增加了所得税费用 对 那这笔分路我们就把它叫做地盐所得税费用25万 同理 你地盐所得税负债不也可能转回吗 如果你要转回的时候 是不是地盐所得税负债也会减少呀 给个不伦不类的数17万 然后贴方五类科目 我只研究对应科目是所得税费用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对应科目不是所得税费用 你连叫地盐所得税收益和费用的资格都没有 只有对应科目是所得税费用 我们才能把它叫地盐所得税收益 地盐所得税费用 假如说现在如果没有这三笔分路 只有这一笔 这是不是冲减所得税费用 冲减所得税费用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地盐所得税收益 17万 对吧 假如说 我现在告诉你 四笔分路全有 那我到底是地盐所得税收益呢 我还是地盐所得税费用 那你得看看你最终最终所得税费用 最终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类似的画个钉字账 也可以啊 比如说我在这给你画个钉字账 所得税费用 这有一个带方的四十 这有个借方的三十 这有个借方的二十五 这有个带方的十七 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你借方加起来一共是多少 五十五 你带方加起来一共是五十七 差额一定在带方 两万 所得税费用是费用类科目 在带方表示充险 最终最终 你形成的是地盐所得税收益多少 两万 如果这差额的借方表示所得税费用增加 你最终形成是地盐所得税费用两万 而我们有时候可能只强调地盐所得税费用 那地盐所得税费用一定表示增加呀 而您现在出现了带方表示减少 我也可以把它写成地盐所得税费用是负两万 能听明白吗 如果我强调是增加 你要非得减少就写成负两万 增加负两万 不就等于减少两万吗 所以我们将来的地盐所得税就有了 那如果该说的我都跟你说完了 我最后只说一句话 利润表中真真正正反映的所得税费用是多少 既包括当期所得税这借方的一百 也包括地盐所得税这四种情况 综合后的结果带方的二 那是不是我利润表真真正正反映的金额 所得税费用是一百减二等于九十八 因为这是借方这是贷方 所以相减 如果这两万要在借方 你利润表反映的是一百 加二等于一百零二 这就是为什么说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既包括当期所得税 也包括地盐所得税 道理我已经跟你讲清楚了 不再追溯 好 那么这一块内容 比如说地盐所得税负债的增加 那么带地盐所得税负债 你借方所得税费用 这不就是地盐所得税费用吗 同理地盐所得税资产的减少 带地盐所得税资产 你借方不也是所得税费用 不用记这个公式 这俩公式根本不用记 您就记住 增加所得税费用 叫地盐所得税费用 充减叫地盐所得税收益 或者笼统的都给它叫做费用 也可以 我们教材并不提收益 它统一掉地盐所得税费用 能明白这意思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论你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还是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通常 不论你影响了会计利润 还是影响了英纳税所得额 你的队营科目都是所得税费用 但有两类情况 这是第二次说了 非常特殊 如果你的差额影响所有者权益 那对不起 你的地盐所得税对营科目 也是所有者权益 还记得不记得 有可能是其他综合收益 有可能是资本公积 有可能是留存收益 它不会构成利润表当中的地盐所得税费用 或者叫地盐所得税收益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企业合并对营的商与也不会形成地盐所得税费用和收益 我们直接看第19-21 这个影响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假借持有的某项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即便能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 改个词 中债 成本是500万 是不是 带银行存款500万 假如说你的面值也是500万 那就借其他债权投资横杠成本500万 会计期末期公允价值600万 是不是你补了100万的差额 借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100 带什么其他综合收益100 此时你的账面价值是所有明细科目的代数和500加100是600 正好等于公允价值 而税法承认的计税基础依然是你最初最初花的钱 也就是取得成本500 这不就有差异了吗 这是什么 宗债 这是什么 资产 把资产的账面价值看成收入 计税基础看成成本 收入大成本小算出的利润是正的 正的我们应该是形成的是应纳税在实行差异 我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代地盐所得税负债是100万乘以25% 借方什么 因为当时你这差额100万计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你对应的地盐所得税负债也是计其他综合收益 好 那么这笔分路我就给大家写到这 我能往下问一句吗 等将来 我说的非常清楚 在你把这综债卖了的时候 你一共要做三笔分路 有人说你说错了 没有 就是三笔 第一笔借银行存款 把你其他债权投资横杠成本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反向节转 到底投资收益 这是第一笔 第二笔 要把你这儿的其他综合收益 这100反向节转 记得哪去 记得我们所说的投资收益里边去 有人说你不说三笔吗 第三笔呢 对 第三笔就是它 在你把它卖了时 是要把你曾经确认的地盐所得税 负债二十五反向节转 实际不能叫反向节转 应该是反向充减吧 把这笔分路转回来 很多人经常在是迷惑 老师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二十五 我是不是将来转投资收益 应该转七十五 不是 是把那一百全额转投资收益 这笔你不能动 这笔在你处置时 把它反向转回 为啥要反向转回 因为在你卖了的时候 你的投资收益里边 其实这一部分对应的 不论是赢拿出来 还暂时用差异 已经实现了 你当然不能再叫地盐所得税 负债 是这个意思 别错了 三笔分路缺一不可 我提示 那么刚才说了所有者权益 如果你是企业合并形成 你的地盐所得税 是不是有可能对应商誉 还记得前边讲的 购买日后十二个月内 如果购买日已经存在的情况 有了新的既不证据 我们要先充商誉 超过的部分走 所得税费用 是这个意思吧 那么所以商誉这部分 也不会影响我们所说的什么 所得税费用 大概能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他把特殊情况都提出了 第三个所得税费用 拿了 所得税费用 当期所得税 肯定影响所得税费用 而地盐所得税 只有对应科目 是所得税费用的这一部分 不论你是确认还是转回 才会影响利润表当中的 所得税费用 所以严格来说 这有可能是加 有可能是减 你就理解为是代数合就可以了 该说的说完了 我们直接看例19-22 他说A公司20某七年度 利润表当中的利润总额是3000万 说明他是要算什么 当期所得税要用到 该公司使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 地盐所得税资产和地盐所得税负债 不存在七出余额 换个词 那是不是地盐所得税资产的七出余额是零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七出余额也是零 再换个词 我在20某七年PK完的结果 既可以说是应有余额 也可以说我应该记账的数 这么说您老人家没争议吧 对 与所得税核算有关的情况如下 20某七年发生的有关交易和事项中 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有差别的 他列决了这么几项 先看第一个 20某七年1月开始既提折旧 那就说明他是20某6年12月份买的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下月提折旧嘛 然后一项固定资产成本是1500万 属年限10年净三之为零 会计采用双倍余额地检法既提折旧 您能告诉我会计的折旧第一年是多少吗 不就是一个十分之二乘以1500万得300万吗 而税务处理按直线法提折旧 那就意味着税法承认的折旧 就是1500除以10年等于是150万 对吧 假定税法规定的使用 年限及净残之与会计规定相同 那是不是我们既要考虑当期所得税 也要考虑地盐所得税 没错 站在当期所得税 也就是纯从税法的角度来说 你会计上的折旧是300 税法承认的折旧是150 想一个道理 您是减完这300了 您得出的利润总额 但我只允许你减掉150 你是不是多减了150呀 多减了150不就你超标了150吗 超标150我在后边要给你怎么着 加回来呀 所以在这就会有一个调增150万 这是当期所得税 同理 从我们会计的角度 是不是有一个地盐所得税 对 而要确认地盐所得税 那不就是账面价值跟计税基础的差额吗 你账面价值应该是用原值减快递上的折旧300 得到1200 而你计税基础是原值减税法承认的折旧150 得到1350 这是什么 固定资产 这是什么资产 把资产的账面价值看成收入 计税基础看成成本 收入小成本高 算出的利润是负的 负的叫可抵扣差异 我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是不是按照现在的说法来说 我要确认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就应该是150 乘以未来期间的税率 因为你告诉我 所得税税率是25% 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我乘以25% 贷方是什么 贷方是所得税费用 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 有人说老师 你这PK完 那不是应有余额吗 你凭什么就拿150记账 你又糊涂了 他前面告诉你 我既没有地盐所得税资产 也没有地盐所得税负债 是不是我算出来的金额 既可以说是应有余额 也可以说是我应该记账的数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你怎么能断言 他对应科目是所得税费吗 道理很简单 您固定资产要提折救 不论是管理用的还是其他的 最终你是不是会影响利润呀 比如说管理用的固定资产 你肯定影响利润 对吧 那既然影响了会计利润 当然对应科目要是所得税费用 所以这是一百五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两个问题我都回答你了 当期所得税考虑了 地盐所得税考虑了 那第二个 像关联企业捐赠现金五百万 这个捐赠从会计的角度 你是不是要做借赢一败支出五百 比如说贷方 我给钱了是银行存款 没给钱是其他应付款 对不对 对 先说当期所得税 您是不是营业派支出减掉这五百万 算出利润 总共对呀 但是我税法不承认 你愿意给别人捐 而且不是公益性捐赠 我强行会让你把这五百加回来 这有个调增五百万 另外 站在我地盐所得税的角度 即使你当期调增了 你这不属于公益性捐赠 有人说你咋不属于 这不是像关联企业的捐款吗 未来能调减吗 不能 未来不能调减 没未来的根本不会产生再实情差异 所以你看 它影响当期所得税 但不影响地盐所得税 这种我们原来叫永久性差异 现在不提这个词 你就知道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当期取得 为什么强调这四个字 它的公允价值变动 都是当期形成的 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的股票投资成本是八百 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你是带银行总管八百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横杠成本八百 福气吗 福气 二零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允价值是一千二 涨了四百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横杠公允价值变动四百 待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四百 好嘞 写完了吗 写完了 那么咱们研究 站在我们当期所得税的角度 纯税法口径 税法不承认公允价值的波动 你待公允价值变动随意四百 你是加上四百之后 算出利润总额 待税法不承认公允价值波动 你要减掉一个四百 所以这儿不是调增 这是调减四百 当期所得税就判断完了 再从地盐所得税的角度来说 地盐所得税的角度 您的账面价值应该是两个明细科目的代数盒 这俩都在戒方 八百加四百得一千二 正好等于你的什么 期末的公允价值 而税法不承认公允价值波动 税法只承认这八百 这是什么 这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是什么 资产 把资产的账面价值 看成收入 计税基础 看成成本 收入大成本小算出的利润是正的 形成应纳税再实行差异 我应该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四百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借方是什么 很简单 因为你这四百的差额用的是随意的科目 影响了会计利润 所以你的对应科目是所得税费用四百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有人说你这不是应有余额吗 说过不止一遍了 因为这一道题 你地盐所得税资产地盐所得税负债期出余额都是零 我买一期PK完的结果只能说应有余额 只有在你期出余额是零的时候 我既可以说它是应有余额 也可以说它是应该记账的数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了 这道题就说到这 第四个 违反环保法规应支付的罚款 这个罚款在会计上做分录的时候 应该是应业外支出二百五十万 因为他说应支付 说明还没有支付 其他应付款是二百五十万 先说当期所得税 你既然借了应业外支出 你是减掉二百五十万算出利润 总国税法不承认这种行政性罚款 你要给我加回了二百五十万 所以在这调增二百五十万 另外 从快递的角度 它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能再给我按定义说一下 可以啊 你形成的负债是其他应付款 它的账面价值是二百五十万 而它的计税基础不是账面价值减未来可抵扣金额吗 这二百五十万即使你以后实际支付了能调减吗 不能 未来可抵扣金额是零 所以计税基础就是二百五十万 这不是账面价值跟技术基础相当吗 所以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你能判断出结果就可以了 那么第五个 期末对持有的存货 记提了七十五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是不是你做分路的时候 是借什么资产减值损失 七十五 带什么存货跌价准备七十五 您这减掉七十五得到利润存额 税法不承认减值准备 这应该调增七十五 另外 你是不是计提了七十五万的减值准备 对 如果原来的账面价值跟技术基础相等 有人说你咋知道相等 期术既没有地延所得税资产 也没有地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 跟技术基础永远就没有差异 你期术约是零吗 而我现在提了七十五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不导致账面价值减少七十五吗 税法不承认 简直技术基础保持不变 这是什么存货 这是什么资产 把资产的账面价值砍成收入 技术基础砍成成成本 收入小成本高算出的利润是负的 可抵扣在实际差异 我要确认地延所得税资产 那就是借地延所得税资产七十五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贷方肯定是所得税费用七十五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为什么是所得税费用 因为你七十五万的差额用的是损业类科目 影响了会计利润 所以我要用所得税费用的对应科目 对吧 对 这道题就五项 多说一句话 如果这道题还有我们所说的宗债呀 宗股呀 我为啥提这个 它的对应科目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好 你给我正常的判断就可以了 那有时候正常判断 你还费什么话用单说 我一会儿给你解释 现在这道题就这五项 我们是不是先要算当期所得税呀 对呀 要算当期所得税 是不是应该算出交税的基数 等于当期实际的所得税税率25% 没错 而你交税的基数 不就是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加调增减调减算出来的吗 利润总额改定了是3000万 咱们买一项的右边 不都把当期所得税判断出来了吗 我就用利润总额3000万 加上这儿调增150万 加上这儿调增500万 减去调减400 加上调增250万 加上调增75万 这些该加的加该减的减 如果你有没弥补的亏损 你可以在这儿 只要是够弥补 你就可以也从这儿给它减掉 得到3575 这是交税的基数 然后我用交税的基数 乘以当期实际的税率 25%得到893.75 这893.75 您是不是可以写一笔分路呀 带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893.75 借什么 借所得税费用 893.75 可以这么写吧 没问题 我把这大大的给你写个字母 好嘞 这是第一笔分路 当期所得税完了 咱们是不是该说地盐所得税了 地盐所得税 有地盐所得税资产 有地盐所得税 什么 那么将来 不论地盐所得税资产和地盐所得税资产 您听好了 商誉考试时 一般不考 一般不考 剩下的就是两大阵营 一个是队营科目 是所有者权益 最容易考的是什么 队营科目是其他综合收益的 还有一类队营科目是所得税费用的 您听好了 您就可以把可以把什么 所有队营科目是所得税费用的 又跟地盐所得税资产有关的 合起来写一笔分路 您就可以把所有队营科目是地盐所得税费债 又队营科目是所得税费用的 写另外一笔分路 有人说老师我没明白 然后我一会再说 其他综合说一句 我一会再说 我们现在先看这个 大家想一下 站在我的角度 我这笔分路是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150乘以20% 带所得税费用150乘以20% 那我就看看 还有没有也用的这俩科目的 用的哪俩 地盐所得税资产跟所得税费用 我可以把它合并的一起写 比如说老师我就是不明白 我就想一项一项的去写 可以吗 完全可以 但是如果你做综合题 貌似有点复杂 这是第一笔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代所得税费用 对吧 然后往下看 第二件没有 第三件 这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不用说了 第四件没有 第五件 这又是一个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带所得税费用 那好嘞 俩方向还相同 一个是150乘以25% 一个是75乘以25% 我可以不可以写成 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带所得税费用 225乘以25% 可以 56.25 写个字幕笔 然后 是不是还有地盐所得税负债呀 咱也从头捋一下 地盐所得税负债 第一项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第二项没有再适应差异 第三项 这儿是个地盐所得税负债 400乘以25% 然后第四项没差异 第五项也不是 是不是地盐所得税负债 是代方的400乘以25%得100 借方是什么 所得税费用100 A是当期所得税 B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C是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我接下来问你个问题 可以吗 假如说 只有字母B这笔分路 是不是这56.25 貌似应该叫地盐所得税收益 我不管你对应科目是什么 只要你充减了所得税费用 我就称之为你是地盐所得税收益 那假如说只有字母C这笔分路 是不是我可以断言 你是增加了所得税费用 对 单纯对字母C这笔分路 我们称之为地盐所得税费用100 可以理解吧 好 那现在这两笔分路 我不管你对应的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还是地盐所得税负债 我是不是可以笼统的称之为是地盐所得税收益或费用 对吧 您这儿充减了56.25 你这儿增加了100 等于你累计还是增加了43.75 有人说老师你咋知道增加 你实在不会你把字母C和字母B的分路给我拍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你倒计出的差额是借方的43.75 那借方的43.75是不是所得税费用在借方表示所得税费用增加呀 他当然要叫地盐所得税费用43.75 好了如果地盐所得税费用是43.75 我要再接着问你利润表当中的所得税费用一共是多少 既包括当期所得税 也包括这两笔地盐所得税 这话您服气吧 你只要把这三笔分路给我整体搓在一起 就形成了我们讲义上这笔分路 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带地盐所得税费 带营交税费 营交所得税 倒计出 我们所得税费 说是倒计 其实是43.75 加上你这儿所说的893.75 最后就得到937.5万元 也就是9375000 这个数就是利润表当中的什么 所得税费用 其实你把当期所得税写出来 你把每一笔地盐所得税写 所有的分路搓在一起 最后综合的所得税费用的金额 就是这个金额 这道题实际上我已经讲完了 但我欠大家两个交代 听好了 我前面不是给你补充那个括号6吗 你如果是括号6 我不论是中战和中股 我不论你是确认当期所得税 还是地盐所得税 我问你俩问题 当期所得税既不调整也不调减 还记得吗 因为它的差额走其他综合收益 而地盐所得税 它对应的科目是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它绝不会参与利润表中所得税费用的计算 将来 如果六项资料 第六项是中战和中股 你一定要把中战和中股单独的给我做分路 剩下的五项 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做分路 不要给我混淆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已经讲完了这道题 但是我们教材后边给了个表 他给你劣势了每一项资产账面价值 计算基础 每一项负债账面价值计算基础 这个考试是有可能不给 您老人家必须会算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是20某七年 到20某七年末 你的地盐所得税资产是56.25 你的地盐所得税负债是100 如果站在20某八年的角度 您的地盐所得税资产和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可就不是七出余额是0了 因为20某七年的数 自动会变成20某八年的七出余额 所以地盐所得税资产的七出余额是56.25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七出余额是100 您第二年再给我PK完的结果 我只能充其量告诉你是应有余额 你得考虑你七出有多少 该补该冲的数 你给我才是该记账的数 我们教材例19-23 就是沿用例19-22的资料 也就是说他讲的是第二年的账务处理 您得考虑您地盐所得税资产这七出余额 您得考虑您地盐所得税负债的七出余额 多说一句话 如果在这道题当中 你的七出余额里边有宗债和宗股 一定把他的七出余额单独的给他化成第三个钉字账 宗债宗股不论是第一年还是第二年 一定要给我单独核算 剩下的给我笼统的核算就可以了 因为没有极特殊情况 你剩下的不论是该补该冲的金额 不都是用所得税费用对应科目吗 是这个意思 我想我这回就应该说清楚了 而我们这道题第一年没有对应其他综合收益 第二年也没有 所以我就换了个地盐所得税资产 地盐所得税负债各换一个停字账 道理就在这 他把第二年的数据简化了 假定A公司20某8年 刚才是20某7年还记得吧 20某8年当期的所得税 他连算都不让你算 给出你是155 那就是代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155 借方式所得税费用 1155 这还是我们所说字母A 这笔分路 将来把字母ABC搓在一起 最终的所得税费用 不就是你利润表当中的金额吗 没错 资产负贷表中有关资产负贷的账面价值 济水基础的相关资料如表19钢4所示 你别看第一年这张表没什么用 有每一项都分析了 但是第二年你表中劣势的金额只能是应有余额 你得考虑期出有多少补充的那个数 才是你该记账的数 他说除了所列项目以外 其他资产负债的项目和负债项目不存在会计和税收的差异 那咱看看吧 首先买一项资产 他给了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然后这还有一项负债 也给了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那么咱们看看 这里边如果有宗债和宗股 一定给我剔出去单独核算 剩下的才搓在一起核算 这里边没有宗债宗股 那这回我踏实了 只要你有暂时性差异 只要你该确认底言 你对应科目不都是所得是费用吗 对 我们看一下 存货的账面价值4000 计税基础4200 形成可抵扣差异是200 而固定姿态原值1500 累计得有一个540一个300 减值一个50一个0 账面价值一个910 一个计税基础1200 形成可抵扣差异290 你判断一下 存货是不是 他对应的科目应该是所得是费用 这儿对应科目也是所得是费用 那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起了 往后我就不用一项一项的去分析 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儿形成的是应纳税 再实际差异 再实际差异 那可抵扣再实际差异不就是一个200一个290 而且对应科目都可以是什么 都可以是所得是费用 那么这两项资产形成的可抵扣差异是不是490 对 然后这儿形成的是一个应纳税再实际差异675 您别忘了 这儿还有个预计负债 它也形成可抵扣差异是250 预计负债貌似只有产品质量保证会形成可抵扣差异 是不是产品质量保证记题的时候 借销售费用带预计负债 将来你可以未来期间调检 所以它是可抵扣差异 它对应的科目也是什么所得是费用 最终除了这490 是不是还要加上一个250 得到740 对应的都是什么 所得是费用这科目 而且都是点所得是资产 那好 我是不是直接用这740乘以25% 算出我的应有余额 没错 但是它是我该记账的数吗 不是 只能说是应有余额 740乘以25% 算出是我们所说的185 我该补 该冲的数才是我该记账的数 显然我现在是该补一个数 185减去56.25 得到的是128点多数 75 我还是不太放心 我给大家往后翻一下 没错 地缘所得税资产 七出是借方的56.25 而我的应有余额 算出了是185 所以我补一个128.75 补的这个数 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字母币 这笔分路 对 那就应该是借地言 所得税资产 绝不是185 是我们所说的128.75 带什么 您不是判断出这三笔对应科目都是所得税费用吗 我当然带所得税费用 这是第二笔 那第三笔 这不是一个应纳税在施行差亿675吗 你敢不敢说用675直接乘以25%就应该记账 绝不行 他只是应有余额 因为我现在有七出数 675乘以25%等于168.75 七出有100 那我当然要补68.75 这个68.75是我该记账的数 对 该补该冲的数是应该记账的数 我还是往后给大家翻一下 没错 补68.75 那是不是这是我们所说的字母C 对啊 那就是带什么 地言所得税资产 问号画的哪方 我就补的哪方吗 借方是什么 借方是所得税费用68.75 三笔分路 一个是当期所得税 一个关于地言所得税资产 一个关于地言所得税负债的 我都已经写完了 对不对 对 假如说我要问你 我是地言所得税费用呢 还是地言所得税收益 听好了 单纯说字母B这笔分路 你是充减所得税费用128.75 貌似他应该叫地言所得税收益128.75 对不对 对 单纯说字母C这笔分路你是增加所得税费用68.75 是不是应该单纯的说这笔分路应该叫地言所得税费用68.75 对吧 那如果这两笔分路要综合在一起 它是什么结果呢 它是什么结果呢 画个钉字账 你所得税费用 你所得税费用 贷方是128.75 借方是68.75 差额是多少 60 差额60不是在贷方吗 所得税费用是费用的科目在贷方表示什么 充减 所以最终形成了结果 要不然你给我说所得税费用说成是负60 听明白了吗 或者你告诉我叫地言所得税收益60 因为充减所得税费用表示是地言所得税收益 但是我们习惯上还是给它描述成 地言所得税费用负60 本质上它代表一种收益 说清楚了吗 好 那么最后一问 他一定会问你 我利润表当中的所得税费用是多少 您把字母A字母B字母C 这一笔三笔分路全都给我搓在一起 就能形成最后展现的这笔分路 最终你的所得税费用是109500 这个数就是什么 利润表当中的所得税费用 没了 讲到这儿 这一道题就给大家讲完了 实际讲到这儿 第五节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但是最后我给大家再讲一个单选题 这是2014年的题 这道题并不是代表说这道题多重要 但是这道题里边有个理念很重要 我们看一下 他说2053年假公司实现利润总额是210万 一说利润总额不是算当期所得税要用的吗 包括2053年国债利息收入10万是免税的 要调减10万 对吧 然后因违反环保法规 被环保部门处以罚款20万 这是要调增20万 这些数你服气吧 没问题 再往下看 假公司2053年年初递延所得税 付债付债付债余额为20万 然后年末余额为25万 是不是等于我们地言所得税付债 进一步确认了什么 5万 那要进一步确认5万 我问你俩问题 第一 什么差异才会形成地言所得税付债 一定是应纳税再实性差异 一定是应纳税再实性差异 才会形成地言所得税付债 第二 你的地言所得税付债增加了5 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 你的应纳税再实性差异增加了多少 是不是应纳税再实性差异 乘以税率之后 才能得到地言所得税付债呀 对 你地言所得税付债增加了5 我用5除以25% 我是不是能倒推出你应纳税再实性差异 增加了多少 可以啊 那应纳税再实性差异就是5除以25% 咱们看看是多少 5除以25% 然后算出是20万 也就是我应纳税再实性差异 增加了20万 那我问你个问题 所谓的应纳税再实性差异的应纳税 我一直在强调 它是未来应纳税 未来应纳税 也就是未来应纳税 是不是就断言一件事 它在未来应该是调增20万 有阴性吧 没问题 那未来要调增20万 我问你当期 我不一直在强调背着抱着一般沉默 你当期一定是调减了20万 才能形成未来调增的20万 记得不记得再讲这张开篇 我给你举的那个固定资产的例子 也是应纳税再实性差异 未来增加了1.5 增加了0.5 在那竖线的左边 不就是调减了1.5 调减了0.5吗 累计调增跟累计调减的金额是相当的 所以我推断你当期一定是调减20了 所以我这就已经判断出了 他说上述地盐所得税 不在均产 容易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跟计税基础的差异 他在告诉你什么 我的队营科目是所得税费用 那就简单了 假公司送的所得税税率为25% 那么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20某三年的所得税费用是多少 这个所得税费用既包括当期所得税 也包括地盐所得税 我这么说你服气吧 对 当期所得税是以利润总额210为前提 这儿调减10 调增多少 20 结束了吗 没有 通过地盐所得税的信息 断定是未来应纳税20 那就断言我当期一定曾经调减了20 所以在这儿一定是减掉20之后 乘以25% 如果你实在不会 看看我这一张开篇 第一节给你讲的那道补充例题 未来调增是当期是不是算当期所得税 调减20 那么最后你能不能算出我当期所得税多少 这加20减20没了 210减10的200 200乘以25%得多少 50 能告诉我当期所得税的分路怎么做吗 借所得税费用50 带什么 应交税费 应交什么 所得税50 另外不还差一个地盐所得税吗 现在你的地盐所得税负债显然增加了5 那就是带什么 地盐所得税负债5 20乘以25% 是不是也得5啊 那借方是所得税费用5 我要单纯的问你这一笔 我要单纯的问你这一笔 这5万叫什么 所得税费用增加 我们叫地盐所得税费用5万 而他现在问你是2053年的所得税费用 是不是这两笔金额的合计50加5 因为方向相同 所以是选项B多少 55 所以是选项B55 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最后想给大家说个结论 如果你的暂时性差异 是影响所得税费用的 也就说你的暂时性差异 确认地盐的时候 你的对盈科目一定是所得税费用 这不就叫影响随意的暂时性差异吗 在你计算当期所得税的时候 是不是你可能这要减缺20加上20 对不对 对 然后同时要确认什么 地盐所得税 如果我把这数稍微给你改一下 这个5万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用你增加的20万的 我们所说的应纳税在实性差异乘以25% 对 你看这个地盐所得税负债对当期的影响 这是减缺20乘以25% 而对于这来说 我地盐所得税负债这又补了一个20乘以25% 减一个20乘以25% 加一个20乘以25% 如果你问我对利润表总的所得税费用体现为一增一减 没有变化 所以结论是什么 将来如果它既不是让你求当期所得税 也不是让你求地盐所得税 它让你求利润表总的所得税 而你又断定地盐所得税负债对应的是所得税费用这个科目 那将来这块内容可以假装没看见 为啥 你这减缺20乘以25% 你这又补了一个20乘以25% 不影响当期 但是影响地盐 可以这么理解吧 那么将来我的所得税费用 你可以就把这块内容假装没看见 直接用21-10加20之后 乘以25% 就得到利润表当中的所得税费用 您能明白 您记住这结论 您不明白 就像我前边先算出当期 再算出地盐 再与综合 也能算出这道地的答案 我想我就给大家说清楚了 第五节的内容就讲完了 第六节简单的说两句话 所得税的劣报 基本的劣报原则 如果你要影响所得税费用 它劣势在利润表中 你要影响商誉 影响所有者权益 它肯定劣势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另外当期所得税 不还会影响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吗 而地盐所得税 也会影响地盐所得税资产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金额 正常的按准则劣报 就行了 通常情况下地盐所得税资产 地盐所得税负债 因为期限比较长 它劣势为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具体的劣势原则 第二是三章 我们还会讲 而所得税费用在利润表中 单独劣势 不说了 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个别财务报表 将来我当期的所得税资产负债 地盐所得税资产 地盐所得税负债 可以以抵消后的金额劣势 您字母A字母B字母C 三笔分路 是不是可以搓在一起 算出一个总的所得税费 对 这不就要以金额劣势吗 有人说老师 我问你一个问题 当期所得税出债 我还能理解 是你真金白银交出去的钱 啥叫当期所得税资产 如果你当期形成了亏损 不但不用交税 未来还可以抵扣 那个不就叫当期所得税资产吗 而在合并财务报表当中 我会把母公司的数据 抓在大白纸上 我会把子公司的数据 抓在大白纸上 你永远记住 一方的当期或地盐所得税 一般不能跟另一方的 当期和地盐所得税抵消 比如说 A公司的当期和地盐所得税 跟B公司的当期和地盐所得税 不能抵消 除非涉及到的企业 具有以金额结算的权利 而且意图以金额结算 简单的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 所得税费用 或者叫所得税收益 跟会计利润的关系 实际上 他们之间的关系 既包括我们所说的当期所得税 也包括我们所说的地盐所得税 准则要求你在付诸中 说明所得税费用 跟会计利润的什么关系 其实就体现个快税的什么差异 这一块的快税 差异将来是要调整的 那么调整包括两个方面 就包括在一方面里边 没包括在另外一方面 比如说没有包括在利润总共 会计当中没有 但却包含在当期或地盐所得税 计算中的项目 不叫调吗 或者未包含在当期地盐所得税 但包含在利润总额中的项目 比如说超标的这些 不也要调吗 不用理它 具体的调整项目 比如说跟税率相关的调整 您税率要变了 您的应有余额不应该调整 为按照变化后的未来税率反应的金额吗 收入 然后成本费用 这些如果是永久性差异 我们现在很少提的这个词 是不是也要调呀 另外影响地盐的我们也要调 简单的看一下具体的 这我不再重复 怎么调 前面说的太多了 那么讲到现在就意味着我们 第十九章所得税费用的所有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简单的给大家小解一下 我们所得税会计用的是资产负债表的债务法 拿资产的账面价值跟计税基础去PK 拿负债的账面价值跟计税基础去PK 永远记住 把资产的账面价值看成收入 计税基础看成成本 收入大成本小算出的利润是正的 形成应纳税再实行差异 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收入小成本高算出的利润是负的 形成可抵扣差异 没有极特殊情况 我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当然包括特殊交易和事项中产生的资产和负债 计税基础的确定 最典型的职工教育经费 还有我们所说的广宣费 还有我们所说的未弥补亏损 还有我们所说的税款的减免 这些既不是资产 也不是负债 账面价值是零 但是他税法允许扣 是不是计税基础就有数 是同为形成可抵扣差异 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对应科目也是所得税费用 对于地盐所得税负债 地盐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地盐所得税负债 没有极特殊情况 必须确认 比如说商誉的初始确认 可以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怕形成死循环 剩下的通常都确认 而地盐所得税资产是有条件的确认 是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 应那水所得恶 让我减掉这可抵扣差异 不至于出现负的 我才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他的队营科目都是五个三大类 第一大类跟合并有关的可能是商誉 第二大类如果跟所有者权益有关的 比如说可能是其他综合收益 可能是资本攻击 可能是留存收益 第三大类最常见 如果你影响了会计利润 如果你影响了应那水所得恶 那队营的就是所得税费用 到底哪个不确认 大家要知道 在这里边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内容 长头权益法 确不确认地盐 取决于你的持有意图 如果你打算长期持有不确认 如果你打算尽心的出手确认 就这么简单 第四个税率变化 对已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影响 是通过补差或充减差额的方式来实现 那么第五个 当期所得税百分之百影响所得税费用 借所得税费用 但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而地盐所得税 如果你是增加了所得税费用 我们把它叫做地盐所得税费用 如果你充减了所得税费用 我们叫地盐所得税收益 把你所有地盐所得税费用 对应的所得税费用 综合算出一个结果 还是增加所得税费用 叫地盐所得税费用 充减所得税费用 我们叫地盐所得税收益 所得税费用既包括当期所得税 也包括地盐所得税 最后有所得税的列报 这个内容大家简单的制度一下 在这里边最难确认的是 我们所说的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原值减税法 承认的遮救 税法承认贪消 税法不承认减值准备 而负债的计税基础是原值减 未来抵扣的金额 负债记住了 要不然它不行成再适应 除了交易性金融负债 要不然它形成的 通常是可抵扣再适应差异 只要形成可抵扣再适应差异 负债的计税基础就应该是零 因为我前边给大家总结了 在这我不再重复赘述 那么这一章第十九章 我就讲到这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如果我没有 我就一定要有 如果我一定要 那我就一定能 第十九章所得税 大家会发现 我比往年大概多讲了一个小时 尤其是与股份支付相关的 当期所得税和地言所得税的题目 我今年特意给你补充了一个例题 别糟蹋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好好看看 我们住的冠军师考试 逢新必考 几乎这个特点是亘古不变的 那好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这一章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